川普洩什麼祕 他跟俄羅斯的洩密是講ISIS 共同打擊ISIS 美國掌握的情報 這也怪怪 因為打擊ISIS 打擊美國 所心目中最恐怖的邪惡組織 找俄羅斯幫忙 這個洩密也沒有 所以有點對人不對勢 我要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萬民哥 因為事實上 現在這個備忘錄是關鍵 可是備忘錄拿得出來還不出來 取決於前FBI局長柯米 因為他會扯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 假如有這份備忘錄 他又沒有跟他的長官司法部 來進行一個報告的話 他本身就觸犯刑法 而且他有可能失去律師資格 也就是柯米 假如他真的有這份證據 而美國的國會 又不願意幫他當作污點證人 他本身他是受害最大的 所以柯米可能真的有 但他不見得願意拿得出來 那更重要是他有沒有 所以這一次 為什麼美國談不起來 因為這個黑天鹅感覺很肥很大 有得吵 尤其是這件事情或許彈劾了 或許不彈劾了 美國從今以後 民主黨跟共和黨的分裂 會越來越大 過去這種團結的美國形象 會離我們越來越遠 所以萬民哥 美國總統有被彈劾過的嗎 有被報名過的嗎 我這有被暗殺過的 您的觀察 這個台灣有兩黨惡鬥 超野惡鬥對不對 美國就是媒體跟總統在惡鬥 是 那這個惡鬥的這種情況 似乎好像大家越來越情緒化 這就給市場上人 有新的人 有很多的機會 去炒作 或者說去影響行情 你也可以看出這兩關 金融市場對不對 的確是波動比較大 對 很大 三百千 昨天蒸發的金額上千億美金 市值 對 基本上把川普行情 幾乎已經打掉一大半了 按照這種情況發展下去 其實我們來看的話 其實美國的金融市場 其實早就有過熱的情況 我是覺得市場裡面的有心人 可能只是借題 發揮 本來就應該做調節 或者說回檔 做一些整理的時候 對不對 剛好有這個新聞出來 把它當作導火線 但只是說發展下去 它會一直調節下去 還是說調節到一段時間以後 對不對 會有下一波的行情 這個現在很難講 但是就川普這個事情來看 美國的媒體基本上你可以看的 也是小題大作 就像世光剛剛講的 這個所謂洩密門事件 那個洩密的內容 其實就是以色列 提供給美國情報機關的一個消息 說伊斯蘭共和國可能恐怖分子 利用這個電腦對不對 可能要去炸俄羅斯的民航機 他去好意的 善意的告訴俄羅斯 也沒什麼了不起 俄羅斯跟以色列關係 也不見得很差 是不是 所以說這個東西可大可小 有的人如果說覺得 是不得了的事情的話 那就無限的炒作下去 所以最主要是 最主要是川普跟媒體之間的 關係一直搞不好 然後形成了這種相互準備 看彼此笑話的這種情形 川普自己有沒有 川普經常就這麼講說 他是全世界遭到媒體 不公平待遇最嚴重的人 他說你全世界哪有看過 有一個國家員所 不要講一個國家員所 一個普通人被媒體這樣子修理 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跟主流媒體 早就不抱任何期待 但是他自己 是不是也在造假新聞 也的確他自己 也經常利用他的推特對不對 在發布一些不實消息 比如說前段時間 他就講說被歐巴馬 放掉的這個122個這個 關在關達摩納島上面的這個 歐巴的監獄 對 監獄裡面的人對不對 出去又回到這個戰場上去了 事實上裡面只有8個 是歐巴馬放掉的 其他都是小布希放掉的 所以他也在混淆視聽 每個人大家都在彼此 打那個煙霧戰 所以我們看這個事情 其實應該回到美國的制度面看 這個跟大家看一個 有一本書叫做 總統是靠不住的 台灣有書 不是 這個是一個台灣人寫的 真的喔 真的 他主要就是講 美國總統沒什麼了不起 在美國的社會中 形容總統最多的一個名詞 就是這個可憐的傢伙 也就是說我們不要以為 他是全世界最有權力的人 他只不過就是 美國這個三權分立之下 這個行政部門的領導人 還不是美國政府的領導人 因為美國政府是國會 行政跟司法合在一起的 另外有一個人 就是美國的開國元宣 傑威遜 這是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 他講過一句話 如果有兩個國家 一個國家是只有政府辦的報紙 另外一個國家是 只有對不對 老百姓辦的報紙 這兩個國家讓我選 你要選哪個國家 他說我一定選後者 意思就是說美國對不對 需要有一個充分言論 自由的一個環境 這個國家這個制度 才能夠正常運行下去 這就是你可以看出來 這件事情中 就是說川普的 從通俄門到洩命門 然後整個發展過程 師傅印證了這兩件事情 就是說川普作為一個 美國總統來講 他其實有很多無奈 他隨便跟科米講兩句話 一直叫做說你不要再去查佛林了 他沒什麼了不起的 對不對 那就被媒體抓去放大 但是由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美國的媒體的確是第四權 在三權之外的第四權 他有一定很大的影響力 但是不管怎麼樣 最後都要回到制度上來 制度上現在大概是1920年以後 民主黨這個黨最弱勢的時候 因為不但國會兩黨 民主黨都不具有多數 美國的全美國的 只有17個州的州長 是民主黨的 所以他也不可能透過州這一級 去發動彈劾 美國是聯邦制 對 美國是聯邦制 他可以在國會中發動彈劾 當然也可以在州政府中 去發動彈劾 同樣的也只有六個州 六個州的議會 是被民主黨控制 所以從這個大的政治環境 跟結構來看的話 川普其實不是那麼容易扳倒他 除非他繼續有一些 非常讓人家離譜的行為 但是川普的個性有沒有問題 確實是有問題 就是說有人說他很率性 他很坦誠 這個是他商場上能夠成功的 很根本的原因 因為他基本上是透明度很高的人 跟他在一起 你不怕被他算計 但是也有人講他倒過兩次 就是破產過兩次 美國政府會不會被這個 被他手上也破產或者倒掉 這個影響就很大了 所以這個中間就是看 媒體或者輿論怎麼去解讀 但是基本上來看的話 現在川普所面臨的事情是說 他可不可能透過個性上的一些轉變 讓他從一個季選人 你叫70歲的人修正個性 對 所以不太可能從一個候選人 你才50歲 我叫你修正個性 都不可能的 你叫川普修正個性 我還有一個朋友40幾歲對不對 到現在死不認輸對不對 那個性上對不對 也沒辦法改變 也就是說你很難 希望他從一個候選人 轉變成一個稱職的總統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 算性而為 如果他這個改掉的話 他就不是川普 那也不可能開創美國一個新的歷史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是認為不太可能走向水門事件 那個事情發生 1974年8月8日 尼克森在最高法院 還有國會的壓力之下對不對 主動宣布辭職 因為國會那個時候 準備發動彈劾 事實上還沒彈劾他 法院是叫他把白宮的 所有的錄音帶交出來 對不對 他覺得交出來以後 錄音帶裡面 是他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 跟幕僚 跟好朋友對話中 有很多 有很多怎麼講 就是不太能當大雅之堂的話 對不對 都會曝光 這個情況之下 他會覺得他顏面無光 所以如果說當時尼克森 對不對 有點羞 就是說如果真的是 完全沒有羞恥的話 就等著讓國會讓他彈劾的話 還不見得 還不見得會嚇得了台 川普我是覺得 他跟尼克森還是不太一樣 那何況 尼克森那個時候對不對 主要發動者就是華盛頓郵報 現在美國有一個情況 就是說現在美國所有的媒體 都想借川普 對不對 能不能當是英雄 就是美國記者有這個期待 可不可以在繼1972年以後 就是說華盛頓郵報對不對 接入水門借聽案以後對不對 再有一次新的英雄出現 在歷史上流明 但是我覺得不太可能 另外我還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1972年水門事件爆發 到1974年 尼克森下台拖了兩年多 也就是說在短期間之內對不對 只要川普熬得過這段時間的話 其實他被彈劾的機率是非常低的 好 我們看到其實碰一個問題 觀眾朋友 我們前一陣子 才做一帶一路的專題 一帶一路不是單純的 產能過剩的輸出 我們從一帶一路的一個會議 習近平的講話當中 這次講人類很重要的東西的 制度的對決 因為過去我們在台灣才講 老共沒有言論自由 台灣有言論自由 我們常常崇尚的是 美國的言論自由 在言論自由的環境當中 我們相信政府會照顧到 所有的意見 而且大部分修飾掉錯誤 可是假如不是言論自由 而是言論亂編 言論亂講 跟言論不亂講的競爭 所以這個世界這台改變 尤其川普的選上 已經代表民粹機制 來到了極致 選舉制度營出的問題 又碰到了 過去西方引以為豪的言論自由 發現沒有自由 只有亂講的時候 這場東西方的制度對決 可能給很多人會帶來 不同的選項 不是選擇 選項 這世界出現新的一個選項 是不是民主 是不是普選 是不是言論自由 不一樣不一樣 喜量大勝傲 不詳雅 不愧 不愧 我們於意見